我覺得啦,來的美麗喔 那因為瑞士像我們常常像我們等一下做這個少女風的鐵道 事實上是瑞士有一個很有名的,很有遠見的一個鐵道專家叫戴樂先生 他是在1865,對不起1896年的時候 他堅持幾件 他覺得這個這麼美的景色,如果只是讓這些登山客才享受得到,太可惜了